汪小飞离开大S是幸福的选择吗 回顾昔日夫妻同台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出 大S对自己常年在外的丈夫汪小飞有多么不放心 大S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道 为汪小飞安排了结扎手术 一旁的汪小飞听到这个话题 表情呆呆的 有着想笑笑不出来 闷着脸的表情 一丝丝隐忍的感觉 网友看到这个访谈 都在为汪小飞鸣不平 毕竟没有哪个男人年纪轻轻就愿意接受这个决定 当然也有一部分网友认为 大S这个决定做得无可厚非 因为大S已经拼命生育了一双儿女 也许是认为自己没有再生的想法了 而且汪小飞常年在外 事业全在内地 大S身在台湾不放心也是可能的 可没想到的是 十年婚姻还是走到头了 跟大S离婚后的汪小飞 没有想象中的开心快乐 更没有网友以为的如释重负 相反的是汪小飞很猛 突然被通知离婚 自己还在想办法挽救 还没挽回好大S 就收到了大S在婚的好消息 汪小飞再次发猛 怎么自己的家一夜之间就成了别人家 自己隐忍了十几年的夫妻关系到底算什么 外界的舆论也开始质疑 还有媒体放出了汪小飞疑似出轨的实锤 这对于汪小飞来说 完全就是事业家庭的双重打击 她难免会有一些情绪化的冲动行为 因此 汪小飞很强硬的回应台媒说她没有婚内出轨 甚至还很刚的反驳前妻大S 网友还以为汪小飞这会挺直腰板了 没想到第二天汪小飞就直接承认了自己的懦弱 说自己是因为意识冲动 才口不择言 做出了一些对大S对孩子都不好的事情 她感到深深的愧疚 道歉的态度是如此真诚 但是大S压根就不搭理汪小飞的行为 甚至不愿意继续与前夫产生瓜葛 本来网友还以为才是站里的那一方 汪小飞却自己拆台 虽然这段婚姻里大S有很多强势的地方 但不可否认的是 大S她愿意做汪小飞背后的女人 为她做饭带孩子 放弃了大明星的事业 做她的台湾老婆 支持她的事业 这一点就已经很难得了 何况大S还拖着难产的生子 为汪小飞生下一儿一女 看过大S社交平台的就知道 大S有多爱汪小飞 她为了怀孕 破裂自己多年不吃肉的戒律轻规 疯狂吃各种补品 在怀孕期间 那身材完全跟以前的大S看弱两人 实在是肿得太难看了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她仍然想和汪小飞过上儿女双全的好日子 由此可见 大S真的牺牲了很多 当然也有人不理解 毕竟生孩子不是为了汪小飞自己 孩子是他们两个人的 但是这期间所有的苦难都是大S承受的 如果不是和汪小飞有什么不可调节的矛盾 大S也不会突然决定离婚 离婚没有谁对谁错 还是尊重当事人的意见